群人节了,穿上西装,转本成大人模样,共抢各位单身狗们 单身没关系,以后单身的日子,他长了呢 哥哥,你看,他骂我们是单身狗 弟弟,狗狗杀不可辱,给我揍他 哥哥,我女朋友来了,我先撤了 弟弟,你怎么丢下我一个人去了,一辈的 我不想了 活该你单身 今天探索帮周神迹的时候,我在河边又发现了一只飞龙 这只飞龙看起来更加霸气 拿出眼镜,仔细的看一看,看看他叫什么名字 龙鹊,这名字真霸气 有喝,想跑 打他 这下,我的研究研究,如何才能把他驯服 八倍镜的弓弩,先射射他的眼睛看看 嗯,我的传言火箭,射在他眼睛上,没起到一点效果 普通的弓箭打在他身上,也丝毫没有反应 看来这些洪荒神兽,还真的难对付呢 接下来只能利用我的大招了 掏出昨天咱们在探索成绩的时候,拿到的焦土大剑 镇住他们,然后爬到他身上,利用食物和平驯养他们 这翅膀虽然是透明的,但是上不去了,就只能在这里认养他了 搞定,真是踏破铁鞋无命处,得来全部背功夫 接着他,咱们再探索一下,看看这周围还有其他什么神兽没有 这龙鹊的大招倒是蛮帅气的,从他的背后能发射出无数的冰冷 嗯,果然霸气逼人,走,下去看看 下面好像有几个带着光轮的怪兽 右下角好像是个女妖怪,她好像朝我过来了 难不成是看上老弟,我要走桃花运了 我来个爵,啥情况 一辫子把我龙鹊干趴下了,这个女妖怪这么凶残的吗 从他的外表看来,这一只好像是恶魔妖姬 没错,恶魔的翅膀,妖艳的脸庞,一看就是他 普通的火箭打他根本没有效果 看来我得另想对策了 前面那个被黏伦的就是毁灭者 咱们突如过去看一看 这个妖艳的恶魔妖姬,先让他猖獗一会儿 只要我能和兵驯养这只毁灭者 看见他应该不成问题 这个就是毁灭者了 慢慢悠悠的,手里拿个大铁锤子 太棒了,这家伙可以用东黄忠直接和平驯服 我直接喂食了毁灭者一些东黄忠 现在这大锤子到手了 右手抡起大锤子 这一锤下去,咱们绝对能敲山镇火 收了那只女妖怪 都说山下的女人是老虎 我看这恶魔妖姬比老虎还要凶残 不过没有关系,看我一锤定音 把他瞧晕了,咱们带回洞里 嘿嘿嘿 情人节了,大锤子 老弟能不能走桃花运 全看你了 如果驯服了恶魔妖姬 今天晚上咱们就洞房花出夜了 啥情况 这么转身的大锤子 居然被他一边的给干趴下 哎,看来老弟的情人节算是别想过了 不买礼物看来是行不通了 溜了溜了,女人可真可怕